各位朋友大家好,我是Maggie 今天想要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在我過去的人生經驗當中 當我碰到我無法面對或處理的事情的時候 我是如何幫助我自己去尋找到內心的答案 首先,我會問我自己,什麼是我想要的 另外,我也會問我自己,什麼是我不想要的 若是這兩個問題的答案,我自己不是那麼確定 我就會條列出,我想要的部分,以及我不想要的部分 我用刪去法來幫助自己找出我想要的答案,以及我不想要的答案 若是這兩個答案,我還是心中不是那麼篤定 這個時候,我會,嗯,放慢腳步,沈蔑自己 傾聽自己內心的想法,由內而外去尋找答案 給自己的內心一點時間,一點空間 有時候,嗯,我們人生有很多事情,很多答案不是我們所預期或者滿意的 我的經驗是,有時候沒有答案的答案 或許也是人生另外一種很棒的解決方法 人生有很多不同的學習,以及不斷的選擇 或許我們可以透過我們自己人生當中屬於我們自己的學習 來幫助自己選擇屬於我們自己內心的答案 請聽自己內心的聲音跟著心走 你的心就會帶領你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這是我自己的一個小小的經驗,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謝謝